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大会上进行市长施政总报告时表示 根据中央CDC的预估 5月6号7号两天 全国确诊人数每天将达6万人以上 而基隆市的部分预估每天确诊人数将有1800人到2000人左右 新冠肺炎疫情急剧升温 基隆市长林佑昌在基隆市议会定期大会上进行市长施政总报告时表示 根据中央CDC的预估 5月6号7号两天开始 全国确诊人数每天将达到6万到7万人左右 而基隆市的部分预估每天确诊人数将有1800人到2000人左右 过去防疫采取公卫手段将退场 防疫战场将转到医疗端 到了这个礼拜大概是5月6号或者是7号左右 全国每日的一个确诊人数将会达到6万到7万人 那我们就是我们预计应该也会达到1800人到2000人左右一天 这个对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讲是 是数倍百倍的这样子的一个数量 所以当然对政府机关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 我想这一部分不只是基隆市 其实全国各县市都是一样的 那接下来疫情会怎么发展呢 我个人认为接下来会相关的一个管制的措施 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具效益 也就是当确诊的一个人数跟数量变得这么大的时候 过去所采取的公卫的手段 基本上是要退场 基本上是要退场 现在战场的部分会移到在医疗端 也就是包括我们的医院 所以为什么要去把医院的一个量 我们把它确保好 最主要就是要这个去应付 去照顾这个中重症的 这个可能产生的这些确诊者 而主持会议的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言也表示 随着疫情升温 正在召开的市议会定期大会 也会做滚动式的调整 来因应疫情的快速变化 让市议会兼顾防疫及监督的职责 本次大会议程 以开会的方式 将会适时做滚动式的调整 本会将在防疫工作最优先的考量下 依法 持续监督市政建设 也希望 这次大会 能够顺利的进行 议长也提醒府会的议员和官员 要做好个人防疫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虽然快筛事剂实名制已经开始 但不是每间药局都买得到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反映民怨指出 七堵区只有四家药局有卖实名制的快筛剂 民众大排长荣 许多人排了两天还买不到 希望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急剧升温 虽然快筛剂实名制已经开始 不过并不是每间药局都买得到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反映民怨表示 七堵区只有四家药局有卖实名制快筛剂 民众大排长荣 许多还是中老年人来排队买 排了两天还是买不到 希望政府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 那休议员在这边呼吁我们政府 一定要让这个快筛剂要普及化 那如果说因为来买这个快筛剂 又造成整个交叉感染 这个染疫更严重的话那怎么办呢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有民众在质疑说 为什么七堵区人口这么多 为什么你只有四家的这个 就是药坊在卖 据我所了解有这个七堵 有这个百福药局 还有这个亚登药局 还有这个康廷药局 还有一个振兴药局 就四间 那民众就非常的生气 说我们是不是 呃我们是不是被被被被怠慢了 为什么我们企图去人口这么多 才四间药坊在卖 那如果说只有四间药坊在卖 是不是给我们量要多一点 而且我我到现场去看 发现到说都是一些老人 都是中老年人在排队 老人在那边站好几个小时 既然买不到 两天去两天 那我们政府有没有去想到 这么细腻说 都是一些长辈在排队 那长辈排了两三天 还是买不到这些 买不到这些 买不到这些快筛剂 杨秀玉指出 整个七堵区 大约有17家左右的药局 却只有四家药局 有在卖实名制快筛剂 造成欺读民众就算每天大排长龙 也不一定买得到快筛剂的乱象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不是强调有政府请安心吗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而金融市卫生局 中山区卫生所 以及1922专线电话 接线人员都忙翻了 金融市员宋伟丽 特地结合伪军弱势关怀协会 赠送了168杯的红豆莲子汤 为大家加油打气 因为疫情忙到翻的 基隆市卫生局人员 拿到红豆莲子汤的同时 都非常开心 新冠肺炎疫情急剧升温 基隆市卫生局人员 也跟着忙翻 就算局里面已经有确诊案例 大家还是持续坚守岗位 追踪疫情发展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特地结合伪军弱势关怀协会 赠送100杯的红豆莲子汤 为大家加油打气 也让人员感谢又暖心 我们非常感谢宋前议长 他带了这个很美味可口的甜点 来给慰绕我们的同仁 我们觉得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 非常感恩 谢谢 我想政府的行政命令一下 我们站在第一线的 就坚守岗位 然后这阵子非常非常的辛苦 可以说每天都加班 弄得人养马翻 那么我把这四季呢 跟我们历经姐历经姐也说 常看到电视荧幕都在讲说 民众打电话打不通 然后都堵车 但是因为太多太多的电话进去 所以说有时候会筛报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谅解 我们共体时间 那今天我们就是 伟京弱势关怀协会 我们一起来关怀 关怀我们这些站在第一线的 这些防疫工作人员 真感谢他们辛苦了 对爷爷跟我讲 跟我已经讲 这个团队讲 说第一线太辛苦太辛苦了 我们伟京团队 就用一点小意思给他们 喂啦喂啦 另外宋伟丽和伟均落势 关怀协会人员 也带着20杯红豆莲子汤 到中山区卫生所 卫绕所内人员的辛苦 纵使因为疫情防疫政策 变变变被民众骂惨了 卫生所人员还是尽全力 完成对民众的服务 最后一行人再带着 48杯红豆莲子汤到七堵区 1922防疫专线电话办公室 卫绕工作人员 感谢大家在严峻疫情下 守护基隆市民健康的辛劳 另外全国确诊人数连续好几天破万 不少学校都因此停班甚至停课 为了不让学生受教权益受到影响 金融市政府决定采取实体与远距 融合上课的方式来应应 老师一边向班上同学说明课文内容 还要不时回头看看在线上上课的学生反应 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不少学校都出现停班甚至停课的情况 为了不让学生学习中断 金融市政府从5月3号起 采取远距与实体融合的上课方式 并由家长决定子女是否来学校上课 以金融市成功国中来说 全校263名学生就有158名选择在家学习 有的班级因为全班师生都居隔 所以才远距教学 整个教室变得空荡荡的 有的班级则是全员出席正常上课 还有班级因为有部分学生选择在家上课 而采取实体与远距融合 选择到校上课的学生说 还是在教室感觉效果比较好 觉得酷喔 酷就对了 全班已经过班没有人来 过班没人啊 因为全都在线上 都在线上 这样你学习觉得感觉怎么样 就不太好不能见到同学 就是考试的话会被 那个成绩会就是被挡着 所以拍了 老师可能会怀疑说 你考试会作弊之类的 然后就把你成绩搭下去 那会不会也不想来上学 想要在家里线上就好 还好不太会 还为什么 因为比较停的 就是效果比较好 老师则认为 设备充足下 远距与实体融合上课不是问题 不过学生在家上课的学习效果比较难掌控 有很多不同的样貌 比如说有全班的这个 居隔的 这是一种样貌 那也有是老师在居隔的 那老师线上上课 学生在教室里面 那也有实体 就一般我们的这个实体的上课的情况 那另外还有一种是 有一半的学生在教室 那一半的学生是在家里 这种的状况 这种的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如果有在线上的话呢 毕竟还是隔了一层嘛 所以他的认真度 我们比较不能掌握啦 对 那当然就是突然问问题 他如果可以回答的出来 表示他有认真在听 但是常常就是 因为他不能开麦克风 就是我们没有问他话 平常不能开嘛 不然那等他开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你是不是就太慢了 是不是在恍神中这样子 对对对对 就差隔这么一层啦 金融市长林又昌 也特别到校了解执行情况 林又昌强调 在疫情持续下 多种样态的上课模式 将成为常态 透过实体与远距融合的上课方式 让家长有更多选择性 也让学生受教权益 不受疫情影响 我想这是未来会变成一种常态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那有的人是在居家 有的人在实体 所以怎么样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 更重要的是提供我们的家长 也可以 是他自身的一个情形 来做一个选择 所以小朋友可以选择实体上课 也可以选择在家上课 我想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我们也已经做好准备 根据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统计 实施实体远距融合上课首日 金融市立高中 国中及国小学生 在家远距教学的人数超过一半 达51% 教育处方面表示 实体远距融合的上课模式将持续到疫情和缓 停班甚至停课的状况减少为止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道 而在金融市区衔接海洋广场与 二性循环站的行人穿越道 因为距离较长 金融市政府在东岸高架桥下就设置了路源石 希望能够保护行人的安全 没想到不到两个礼拜就发生了三起机车 插撞路源石前端的车祸意外 保护行人的美意 却变成了机车歧视的威胁 你快来关心 新设路源石还没有验收 前端却已经出现明显的撞击痕迹 这里是金融市区东岸高架桥下 由于衔接海洋广场与二性循环站的行人 穿越道距离较长 金融市政府特别在高架桥下行穿线旁 增设路源石 希望保护停等行人的安全 没想到一番美意却成为路上的陷阱 两周不到已经连续发生三起机车插撞意外 路过机车歧视也说真的很危险 金融市议员同志委因此邀及金融市政府交通处人员到现场勘查 希望能找出两全其美的办法 机车族等相关的不习惯 这近期 刚刚设置还没验收 已经发生了三起交通事故 都是机车去插撞到路源石 我想相对来说 我们在保护用户人的前提 应该平衡一下行人跟机车族 所以我们会再要求交通处再重新审视 做一个更安全 第一个保护行人 第二个也让机车族可以安全的通过 因为这边也是机车族的停等区 所以我们再重新的检讨 要求交通处再重新规划 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会跟找相关单位来做一个限宽 可以引用一些改善的方式 由于这个路段车流量相当大 同志委表示将要求规划设计的交通处 与施工的都市发展处两单位 紧速协调进行改善 避免再发生交通意外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中佳集团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去年合作推动媒体素养教育 首度推出了媒体素养主题桌游 今年中佳与台市大持续合作深入校园 到基隆海洋大学 让学生们体验玩桌游 学习媒体试读 培养判断讯息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中佳集团今年持续携手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 共同推动媒体素养教育 透过创新的主题桌游体验 来到基隆的海洋大学 带领学子们玩桌游 学媒体试读 学生扮演各家媒体 要想办法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 最后也反思作为一个乐听人 在接收媒体讯息时 是否具备有媒体试读的能力 你要拿捏在你的收视率 还有你的可信度中间 做一个平衡这样子 就是你不可以一面也追求 其中一个数据太高 可能会造成其他数据上 或是你的金钱上会不够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对我来说 还蛮吃重你的平衡能力 就是你的多方考量能力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因为就是变成说 经营者会有经营者的角度 那我作为民众我就要去理解说 为什么海湾要让我得知这样的讯息 这样子会不会有他们利益考量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还对我们 对乐听人的试图能力是有进步 是有提升能力的 因为其实它毕竟还是游戏 所以你不用考虑 就是到不到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觉得 就如果你在现实任务中 真的是没有考虑那些 确实是可以得到最多利益 我会觉得 就是真的是太多背后的东西 我们是不知道的 它后面是怎么操作的 然后就是一些财团的利益关系 就是我作为一个观众我会觉得说 我应该更了解这些东西来帮助我去辨识这些消息之类的 我所开的这一些课都是海大第一次开出来 就包括当代传播问题 媒体素养 然后这个影音制作 或者是采访写作等等 甚至包括你们所想象的电视的主持或什么的 那事实上现在应该社群没几个关系 所以几几乎都是很多年轻小孩子可能是他们的标配 但是要让他能够变成课程 我觉得他还是必须要能够开在大学里面 毕竟还是需要能够有足够的这个支援 那一个老师教 我觉得还是需要跟所有的这个传播科系相关的老师合作 那陈炳宏老师是台师大在开这个媒体素养 相当这个资深的老师 所以我来之后呢 已经跟陈炳宏老师合作了三年 就是有的时候是当代传播问题 有的时候是媒体素养 有的时候是采访写作 有的时候是制作课程 然后就会让这个陈老师也来海大跟同学们互动 那今天都进行的是桌游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理工的学生在玩桌游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灵光的 所以我们在教学上面 以我们从媒体来的人 都会希望在教学方法上面的突破跟创新 也就是说今天媒体的任何课程 绝对不是理论的课 然后把这个书读一读把它吃进去 所以我们都会用实作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桌游在今天带来给这个 海大理工的学生来讲的话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非常新的体验 今天我们就是跟中佳还有持续的 保持产学合作的关系 那有两个计划 一个是媒体素养的活动推广计划 一个是我这个媒体禁用 就是推广公用频道的计划 然后我们这一次来到基隆的海洋大学 也就是推广我们前一年度的 媒体素养的桌游 然后就带大家来玩 媒体是怎样子来营运的 然后有透过策略来做一个让玩家 来体会媒体的生存的手段 然后最后就很感谢中佳 就是给我们一些援助 然后可以让我们在这边 推广这个媒体素养 除了玩桌游 台师大大传所教授陈炳宏 也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介绍各种媒体的运作 包括网路上的讯息 也深受大数据和演算法 来呈现内容 参与这堂课的学子们 都说收获很多 老师的角度让我更理解这件事情 就是之前就有听到说 大数据之类也会影响 我们的讯息机的时候 同文层这样的讯息 但是老师的讲解 或是他的视角 让我觉得更清楚 刚刚那个秉皇老师讲 最后一个他有说那个 就是麦克风会 就是随时我们手机放在旁边 然后他就会听到我们讲话 然后我就会觉得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 可能有一天我跟我朋友 在讲一些麦克风啊 有的没的问题 然后可能隔天手机上啊 然后什么网页 Google IG上面都会出现 麦克风的广告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恐怖 今天上完老师的课 其实我也是 算是有被启发到 我会觉得说 就是确实我们 看了都太表面了 我们会觉得 一来我也会觉得说 媒体就娱乐啊 就是大家都报差不多的东西 然后就看看就好 但是就是不知道是 就是他们只看 让我们看到 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 然后我们没有 就忽略了这些 背后的含义这样子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大众传播研究所 也感谢中家集团 持续投入经费 共同深入校园来推动 期盼更多学子 都能具备有媒体素养 与辨识媒体内容的基本能力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今年初连续下了52天的雨 许多民众脚踩着湿湿的鞋子 一整天很不舒服 现在就有业者推出了 号称地表最强的防水鞋 款式休闲外 遇到谁马上变水疏 就算用水柱冲水 里面也是干的 业者看好基隆的商机 在这里注点 休闲鞋是既百搭款 但既然常下雨 最怕就是瞬间湿透 用强力水柱 持续冲鞋子表面 要证明都是干的 实际测试给你看 我手有点湿湿的 但是卫生紙就是 它依然是干的 对 这样子 鞋子布料 做了防泼水处理 就算整双鞋子 经过大雨一直冲 鞋子内部也不会进水 基本上 他牌的一个膜 他们是用布料的方式 像一块布 那我们鞋子是立体的 它需要经过裁剪 但我们的部分 它是一体成型的 那也是袜套式的 所以我们连鞋底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底部 它的这一个 针织和防水磨是一起包进去的 所以如果说未来 因为鞋子每个人穿着的方式不同 有可能会因为说 你的穿着方式旁边 会有一点点慢慢的开掉 这是跟个人有关系的 那你不用担心 只要这个模 这个针织 没有被刺破 没有从鞋底上面破掉 那这个防水一直都会有效 光是今年初 基隆连续下了50多天的雨 换鞋子次数 基隆民众已经数不清 因为天气 业者推出了防泼水休闲鞋 让民众很有感 因为雨鞋毕竟还是比较闷 就是本身也比较闷 那如果说是有办法有透气 但是对于 那个下雨这件事情 就不会让鞋子撕掉啊 脚会臭啊 这些 这个是一个在基隆的防水大 再来就是可能是舒适跟 他带不耐穿 就是要买很多鞋子 就是比较 比较麻烦啊 他教你就是 对 都会没地方放很多鞋子 我们基隆差不多要像 前两三个月 几乎都在下雨 那这种鞋子 对基隆人说是一种福音啊 非常乐观 因为本身 基隆就是一个非常容易下雨的地方 那 也有在 掐骑之前就是有来 这边做一个试吊 那很多基隆人跟我们说 其实300天 365天那边可能有 260甚至更多的一个天气 甚至将近300天都是下雨的 那我们其实就是说 无论是大家刚认识我们的牌子 还是说真的有这个需求 因为我们的价钱不贵 跟一般的鞋子也差不多 可是它却有着休闲鞋的舒适 透气的感觉 但是这双鞋它却可以防水 那在平常的生活上 我们不用特别的去穿很笨重的鞋 平常都可以穿 那突然遇到雨 就会非常的方便 即便是防水材质 保养也不用花太大心思 业者看准基隆雨天的商机 注点雨都 不想整天踩着吸水鞋子趴趴走 防水鞋款需求正夯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